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我就有这个歌迷朋友就留言啊 他就说 诶 我听说那个导盲犬是不能碰的 这样 意思就是说 你为什么可以跟他们这么近距离的拍照这样子 然后我的回答就是说 我说因为那个导盲犬它在工作的时候是 我们是不能去干扰跟接近的 可是呢 因为他们在我家 然后他们不是在一个工作的状态中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拍照 我是这样回答的 那么所以这样子也让我 就是激起了我想要请你们两位来跟大家聊聊天 因为我觉得可能一般的朋友对于导盲犬可能是一知半解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的人好像就是他的了解度呢 应该是不会那么的全面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 我就请到了两位导盲犬协会的朋友们 来跟我们聊聊 因为上次也是我才跟这个Elly见过面 然后聊过天 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 就是像这个寄养家庭有分很多种 就是有寄养家庭 然后也有什么短期的寄宿家庭 然后也有收养家庭 其实都不一样 那因为我之前我都不太了解这些 那刚好我们今天的Elly呢 就是寄养家庭的一个辅导员 那Elly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你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呢 OK 好的 基本上我在协会担任寄养家庭辅导员 已经快11个年头了 默默的进入了 11个年头 好恐怖 真不简单 真的 对 那基本上我的工作主要都是 就是开发新的 因为会有民众来填写申请单 担任这个幼犬小狗 两个月大幼犬的寄养家庭 或者是短期的寄宿家庭 或者是那个就是退役犬 年轻的退役犬 或者是退休的 已经当过党盲犬的老犬的收养家庭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刚刚讲说年轻的退役犬 为什么会有年轻的退役犬呢 年轻的退役犬的来源主要就是 比如说它如果在一岁两个月的体检 我们每一只幼犬在一岁两个月的时候会有个体检 那这个体检包括因为它未来要担任导盲犬 所以其实眼睛很重要 对吧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专科的动医院来做眼睛的检查 然后眼睛其实他们的眼睛不像我们人类说 就是视力1.0啊 0.8这种视力的概念 而是就是要透过仪器 或者是一些药水来检测眼睛的结构 是否完整 它的整个这个视网膜等等前后的结构是否完整 那如果说有一点点瑕疵 包括就是当幼犬在狗妈妈的肚子里胚胎形成 这个过程都一直到变成小幼犬出生了 那这个过程中如果它有一些 因为胚胎的那个形成 没有把那个整个整个那个孕孕的过程中完完整的话 那有可能留下一些比如说会有些痕迹 所以曾经有过就是眼睛有一些 眼睛结构上有一点点比如说0.2公分的痕迹 没有胚胎到完成的情况之下 这就是所谓的以前没有过的毛孩 对 所以导盲犬的眼睛非常重要 很重要 那包括还有他们的 因为他们是大型犬 所以他们的髋关节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实每一只导盲犬从小到大的身材的维持 身材很厉害 他们的身材维持必须要标准 不能够过胖过重 所以在体检的时候就是眼睛啦 髋关节啦 鞋检啦 这些我们会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 那如果没有通过导盲犬的高腰 就会可能就是除疫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就会变成年轻的这个退疫犬 或者是说训练没有成功 对如果训练没有成功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这方面的退疫犬 对那如果说像您刚刚讲的 那个比较年老的退疫犬 也就是说他呢可能服务了很多年 然后他的年纪大了 对不对 对这个是真正担任过导盲犬的工作 然后大概服务失让者朋友8到10岁左右 那8到10岁其实就是人类的年龄 退休的年龄了 大概五十几六十多岁 所以其实也必须得要评估 他们的健康状况体力状况 然后来评估让他们退休 是是是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导盲犬的这个狗的品种 大概有哪几种的狗可以担任 这个导盲犬的工作 目前在台湾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台湾导盲犬的这个观念跟执行上 大概就是第19年 第20年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跟国外的一些先进国家比起来 我们在做工作犬的这一块的观念 其实比较落后一些 比较没那么进步 那其实台湾的犬种目前的话 以拉布拉多犬为主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黄金猎犬 那再来就会是黄金跟拉布拉多的mix 就是黄金拉拉 对我记得你上次有给我看过照片 因为我很好奇说 哈黄金可以跟拉拉混 对啊对啊 他们其实还蛮相近的 对就是 就是他们品种上还算蛮相近 那因为黄金很聪明 他们的智商其实真的非常的聪明 是 然后拉布拉多的话是很忠实 非常的忠实 很亲人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把黄金的聪明 跟拉布拉多的忠实这一块 把它就是优生学来讲 把优点把它合在一起这样 所以会有黄金拉拉 是 那这样子我就要请问一下小雨 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黄金跟拉布拉多两个品种的话 对 你有没有觉得说 哪一个比较好训练或怎么样 因为当然刚刚艾莉讲说黄金很聪明嘛 嗯 可是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看到的都是拉布拉多 导盲圈 对啊 大部分都还是以拉布拉多为主 那 对啊 就我自己接触的来说 我觉得黄金就像艾莉讲的没有错 黄金很聪明 那甚至会有点 我觉得有点 聪明过头了 小聪明 然后他可能是不是已经预测到 等一下要做什么 或是他可能就是先 提前不做 或是就是赖皮啊 有种情况出现 对 然后像拉布拉多 其实他就是比较 我觉得他比较单纯啊 嗯哼 他就是很单纯 很天真 就是要 跟你出去散步 为你工作 他都很开心 这样子 嗯哼 所以我觉得两个 全种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很大的差别 那通常我们大概在 呃 狗狗大概多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训练啊 呃 其实导盲犬的训练 我们是从小 大概两个月大概就开始 哦 那 对 可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 错误的想法 说哇 两个月大就要开始训练 好可怜哦 其实是 嗯嗯 那两个月大的话 是在寄养家庭 就是A里那一块 然后会负责寄养家庭 就是带他们做一些 基本的上厕所的训练啊 嗯 然后再次最重要的 就是狗狗的社会化 哦 对 那 社会化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会 请这个寄养家庭 帮我们带这个 小小的导盲圈 去出入任何的公共场所 嗯 或是搭乘任何的 交通运输工具 嗯 也就是说 会希望这个 小小的导盲圈 帮我们认识 未来他会接触到的 所有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小小狗 我们带出去 他那个时候 还不是导盲圈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 就是宠物一样的 这个概念 不是哦 不是哦 不是啊 不是哦 嗯哦 基本上其实两个月 大的幼犬 到寄养章庭的家里 第一件事情 因为他是小baby嘛 因为他其实在 生活的规矩上 是要先教导的 就是就像我们 带人类的小孩一样 也就是要先把小朋友的 品性骄傲 规矩 骄傲 所以 然后 这个是由寄养家庭的人 来教吗 呃对 我的工作其实就是 除了就是 开发之外 我也是在培训 我们的寄养家庭 哦 就是在 比如说小幼犬 他们一定会有 可能会有吠叫 哦 会有啃咬 因为他们在 换牙齐 就是 换牙齐会有 那个啃咬齐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会想破坏家具之类的 哦 或者是说 水利大小便 对不对 嗯嗯 那你层口 已经还不听懂 还听不懂 所有的生活规矩的时候 一定会有比较 小baby的行为 那我就会指导 家长 有一些训练的方法 要怎么样 让这些小小毛孩 先学会 所谓的 任环境 任户外的环境 听指令上厕所 然后再来就是 对 那减少在室内的 大小便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哎 生活规矩啊 比如说他乱咬东西啦 或者是会有废叫 没有耐心的废叫 废叫 因为小口废叫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哦那没什么 这是可能他 情绪嘛 对不对 嗯嗯 但是你要想 他是小幼犬 小啦啦 但是他会有 长大的时候啊 如果他从小 就习惯废叫 那到长大的时候 假设是黑色的 拉不拉多好 嗯嗯 黑色的拉不拉多 他变成大型犬的时候 他长大了 那他废叫 那个声音是很雄伟的 那那个其实会让 一些人 看到黑色就吓到说 哦这个怎么会 这样子这么凶 哦他是不是会咬人 哦啊怎么黑色 怎么导盲犬会咬人吗 哦会有这样的疑虑战 会从废叫 衍生出咬 是不是会咬人的疑虑战 嗯嗯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训练 狗狗就是从小到大 是不能够乱废叫的 对 嗯 那这些就是生活的规矩 那包括 呃刚刚小雨训练师 有提到说 诶我们 等到上完厕所 这件事情学会了 我们就会怎么样 到所有的 就是家长 季养家庭 他的生活圈里面 他可能会去买菜啦 他可能会去接送小孩啦 他可能会去参加 孩子们的活动啦 嗯 或是带着孩子 去参加音乐会啊 或者是 听小琪姐的演唱会啦 嗯 对 或者是说 出入很多的公共场域 甚至搭乘 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 嗯 这些的训练 其实就是在 季养家庭的生活圈里 嗯 那我们就会指导家长 当您在这些公共场域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去注意 幼犬 第一个安全 嗯 嗯 第二个 他的就是行为 他不能够在一个餐厅里面 就是在那边吠叫 这样很奇怪吧 嗯 或者是说 他陪 他去看 小琪姐演唱会好了 大家都会鼓掌啊 然后那个声音很大声啦 人很多啦 对 那这些对幼犬来讲 其实都是一种 很棒的社会化环境 因为他会来 他服务的是让者对象 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宅在家的 他可能也是会外出的 对 那其实这些人类的生活环境里面 其实就是让小幼犬 通过 透过寄养家庭的生活中 嗯 来帮助幼犬去很熟悉 很快的熟悉人类的环境 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跟家长常常去访试的时候 去跟家长沟通 跟了解说 妈妈你们这个礼拜带他去哪里 然后有没有发现 他害怕什么 还是他不害怕 对 那通过这样的沟通 然后了解 我们可以去看看犬只 就是看看小狗 他们的状况 他们喜欢 团境不喜欢的地方 还是他们 比如说 我最近带一只幼犬 经过一个 我们去散步的时候 结果经过 人家有养脏熬 家长的邻居 有人养脏熬 我一开始经过 我也被吓到了 对 因为那个帐号的心 真的好大声哦 对 然后而且他是那种 很凶的很想冲出来 但是刚好有一个门 那个闸门 对 那其实我手上就带着这一只孩子 他就也被吓到 然后被吓到之后 他后来就不太想经过这个地方 对 那像这样子怎么办呢 那当然其他家庭 就会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们的训练 我们就会教家长 哦 那我们可以 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帮助这只毛海 跟他一起可以顺利的通过这个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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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不简单诶 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 像我们就有分很多的这个家庭嘛 那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寄养家庭 就大部分都是幼犬嘛 对不对 对 那你要怎么样去审核说 这个家庭它适不适合 当这个寄养家庭呢 基本上当就是大家都是很有爱心来申请 那但是我们会透过一个评估的流程 包括第一个是电访 我拿到申请单的时候 不管他的角色是想要申请什么角色 我们都会先打电话跟对方聊一聊 然后以他的基本资料 他写的东西来跟他聊一聊 那聊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会了解到 比如说他过去曾经有养狗的经验 他可能会聊到这一段 对那我们可能就会去问说 你们的狗以前最胖的时候几公斤啊 或者是说 吃食料还是吃鲜食 还是吃什么啦 有没有固定在点药啦 那这个其实就是会去了解 当过去这个民众 这个申请者他过去的养狗经验 大概会是偏比较宠溺的 还是说他是很正确的教养的理念 那这个或者是说家庭成员等等的想法 对所以我会先电访 那电访过了之后才会有所谓的家访 就是我会跟对方约 我们去他们家 全家人都要在的时间 然后去拜访 然后去看环境 那这个环境呢 就是不见得要很大 也不见得说很小都不行 基本上我们会去看环境 去看看是否适合幼犬的成长 环境的安全也很重要啊 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家庭的周遭的环境 在公共交通工具的搭乘 或者是家长习惯性 都是依赖开车呢 还是说他都会坐捷运公车出门呢 这个其实对救犬的成长也很重要 对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说就是不行的 这个环境是不适合养的 有我有遇过一个就是非常的经典 我大概我从对他是对他是大概 我印象中他是在呃就是一般 就是旧型公寓的三楼还是四楼 然后呢我从一开门 从第一楼这样开门进去 我发现那个楼梯就是很多灰尘 就是很脏 很脏 然后呢 对然后你想说好旧公寓脏就应该是难免吧 因为可能长期没有管尾会这种的在打扫之类的 但是当我这样一接一接走上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个地上要嘛就是蜘蛛丝啊 要嘛就是蟑螂的尸体啦 看着很离谱欸 对所以我其实我自己很怕蟑螂 所以我边走我也边发毛这样子 我也是 我也是非常怕 对好不容易走到那个申请者的家里的 那个大门的时候 我按电铃进去之后 我就就是其实已经一身冷汗了 因为刚刚已经被那个沿路的蟑螂尸体吓到 然后呢 然后进去了之后 我第一个印象我就问 我记得我是问那个先生说 欸某某大哥请问 你们家是要搬家吗 因为他们家是很多的纸箱 然后就在地上 然后就是 就是你会感觉不到说 这是平常你住的地方那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我大概聊了大概半小时 我就跟很坦白告诉他说 你们的环境并不适合幼犬的成长 因为家里可能没有这么脏乱啦 但是我说光是公共空间 这个其实就会让幼犬很容易因为减食 可能吃到蟑螂的事情 或是怕去到那个蜘蛛丝而产生过敏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环境平均上就不适合啊 不是你想想看这样的环境 人住了都不舒服了 那 那 怎么可以给我们的毛小孩住嘞 是 对 当然他家里没有这么脏乱啦 可是我觉得光是公共环境 我大概就 就是那个分数就很低了 对 是 是 是 哦 是 所以这是家房很重要 我们要亲眼看到 对 嗯 你们都是非常的这个谨慎跟这个 就是我觉得因为你们有有站在狗狗 就是毛毛孩的立场去想 对不对 嗯 是 对 对 所以因为因为他他们不管是幼犬也好 或者是退役犬也好 都其实都必须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才可以的 是 没有错 对 对 所以当家房这一段就如果有pass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到世代 试试看的世代 带东西的带世代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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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就是跟家长谈一个大概两周的时间 嗯 那 当然不是幼犬是世代 而是我会安排一只大犬 就是大狗 嗯 一只大狗 至少是成犬年纪的大狗 然后去让家长试试看 这样子的 导盲犬的一些观念放进来 嗯 还有一些态度的执行上 能不能够真正能够配合协会的一些训练想法跟观念 嗯 对 那在犬肢的安全健康之下 然后家长可以配合协会的训练方法 来试试看 是否能够成为正式的寄养家庭 嗯 嗯嗯嗯 是 那所以其实要当寄养家庭 其实啊 其实自己要先 要先评估一下自己 哈哈哈哈 对 对对 没错 对然后我们再去看看 要不要去申请啊什么的 这样子 嗯 嗯 那那个我们 就是说 等于算是说 因为我看到一些资料是 大概两到十八个月的这个幼权 就是适合在这个寄养家庭里面去 去寄养对不对 对 嗯 对嘛 大概会到一岁多左右啦 对 一岁多 那之后会进入到第二阶段训练师接手的训练时期 嗯 哦 所以呃 这样家庭结束之后 然后是回到协会吗 对啊 回到协会 所有的毛孩会回到协会来 然后 然后就会有 这个像 像小宇这样的训练师就要开始训练 在在协会要训练了 没错 对 所以这样家庭的功能 就是意义就是把那个小朋友的基础先奠定好 哈哈 是 对 那通常 呃 寄养完毕之后回到协会 那我们这些毛孩他会了哪些东西啊 通常从寄养家庭出来的小狗 他们都已经学会 就是在户外听指令上厕所了 哦 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些 基本的服从指令 比如说坐下趴下等待 嗯嗯嗯嗯嗯 那方面其实都已经训练的算是非常好了 哦 对所以 到训练室手边的话 其实我们只是要针对让这只狗狗 它变得更稳定 哦哦哦 对因为当导盲犬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 它必须要稳定嘛 因为如果说 这只狗狗它以后走在路上 很容易受到路人的影响 在路上看到狗狗就冲出去要跟人家玩 很容易分心的话 其实对于视障朋友 未来带这只狗狗在路上走 其实是蛮危险的 嗯嗯嗯嗯是 对啊所以在训练室手边 其实就是主要是要让这只狗狗变稳定 它可能能够冷静思考 冷静的去对待任何的情况 嗯嗯嗯嗯嗯 然后加上之后就会教它一些 就是以后它工作会用到的指令啦 是 那那我我我再回头问一下 就假设 可以 假设 是 这个幼犬 我们训练它 要在 是固定的地方上上上上厕所吗 还是 我们会在户外 让它在户外 听指令 主要是听指令 就是一定要在户外嘛对不对 对没错 那那那那这一个要怎么训练啊 哈哈哈哈 对就光这一个 就是我要让它在户外 然后它听我的指令 它它可以上厕所 这个要怎么训练它 哈哈哈哈 基本上就是你不要被它拖着跑就好啦 哈哈哈哈 哦 因为因为其实狗狗哦 它们其实对外界的探索是很强烈的 所以当您您才 其实我们很常会看到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养 宠物四主的一个六口的画面 嗯 比如说都会是狗狗拉着主人 这边尿尿 那边尿尿 然后这个电线 再做个记号 对 对对对 但是因为 以导方犬训练来讲 如果说视障者带着一只大型犬 然后是这样子的上厕所的方法 其实视障者很容易就是被拉倒 或者是被障碍物给绊倒 对 真的 对对对 而且因为这是大型犬嘛 并不是小型犬 所以那个力量就是蛮大的 那基本上我们是从小训练 幼犬就是在一个定点 这个定点是家长选的 不会是狗选 嗯嗯嗯 比如说我们到户外 我们可以选一个 就是有一些味道 但是又不要太脏的地方 然后让这个毛小孩在那个位置 那其实就是千绳 因为我们外处一定是上千绳 这是绝对的 这才安全 所以其实用千绳的长度 然后那个执行的方式 让幼犬在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能够绣纹啊 能够去感觉想上厕所的feel啦 然后当一直讲指令 然后但是你不要被他拉出去超过很大的范围 嗯嗯嗯嗯 那基本上狗狗只要上出来了 我们就会很快的去抚摸他 鼓励他口头称赞 那让狗狗连接到 就是抚摸在外面这个地点上厕所 然后会被鼓励到 嗯嗯嗯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训练来讲 他慢慢的长大 他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上厕所大概就是会在主人选的位置 好然后他可以我们也会训练狗狗要专心上厕 对所以要被其他的声音啊路人啊 然后经过的小朋友啦等等 或是公园有人在玩球啊 这些被影响 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因为每一个小训练到大训练其实对寄养家庭来讲也好 或是对训练师来讲其实都是需要花时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寄养家庭每一个训练人员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必须得确保这个训练的过程是很很正确的方式 是因为其实像我们呃在一些视频或者资讯上面 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然不是狗狗啦 就是说有很多的动物 就例如说训练他 然后他做对了一个指令就喂他吃一个东西 那像你刚刚讲就是说假设他 诶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就在那边上厕所 然后他有接收到我们的指令 然后他就乖乖的这样子上完之后 你刚刚说要奖励他嘛 那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导盲犬应该不要随便乱吃东西 还是说可以喂他一点东西 还是说用口头上的赞美他 OK其实鼓励有很多种方式啊 因为鼓励其实不只是你的口头 因为狗狗是听音调的 所以我们就会在我们会指导家长说 其实我们不要只看他错的地方或犯错的事情 而是当他稳定也好 他不犯错的时候都要大量的鼓励他 那这个大量的鼓励他 我们希望正向嘛 教育出来的幼犬是正向的 所以其实当他做对的时候 除了口头的鼓励 那狗狗听音调 你把您的声音就是愉悦的 二声上扬的 然后开心的表情 其实狗都感受得到 那除了口头鼓励之外 还有鼓摸 因为你看小狗 我们有时候去动动小狗 他们都会被我们摸着摸着 比如说他们的那个脸颊啦 或者是肚子啦 摸一摸他们就反堵了 对不对 对 对狗狗来讲 其实是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对那基本上他做对了 我们就会用手 也可以用手去抚摸他 那这也是一种比例的方式 很亲密的方式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比如说 所谓的给treat 可是因为老毛犬训练 他们并没有吃太多 其他额外的东西 所以我们所谓的treat 其实就是所谓的饲料 我们会用饲料 因为拉不拉多犬 其实真的超级摊食 所以 因为你刚刚说要保持身材 所以我想说应该不要乱喂 没有错 但是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都是用饲料来 管理他们的那个摊食 所以基本上就是用饲料来当鼓励 我们其实就是训练人员 身上都有treat bag 然后或者是说 会请鸡养家庭 带一些饲料在身上 那当幼犬做对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马上鼓励他 对 是是是 好 我觉得今天呢 就非常开心 就跟二位聊天 那我希望我们还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Elly还有小雨 我们再继续聊聊 就是好多好多其他的 我其实也有好多好多的 这个问题想要问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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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